男友公务员成功上岸 在我准备去给他庆祝的路上 却接到他打来的分手电话 姚欣 我们分手吧 我顿时猛了 上周还在谈找个合适的时间见家长 怎么现在突然提分手 为什么 面对我的逼问 男友不耐烦地说 人分三六九等 我妈说我未来媳妇必须是上等人 大清都亡了百年 还做着封建梦呢 再说了 我家好歹也算个爆发户 怎么就城下等人了 我都还没来及回怼 男友就毫不留情地挂断了电话 看来分手已成定局 望着手上的大红本 我默默地长叹了口气 现在送套房怎么就这么难 得知我被分手 闺蜜担心我受伤 拉着我去酒吧喝酒放松 我喝了不少 闺蜜安排了一个小鲜肉送我回家 刚走到门口 我脑袋一晃 不小心撞到别人 瞎呀 走路不长眼吗 熟悉的咒骂声 让我猛地抬头 哟 这不是我刚分手的前男友吗 庄英俊认出我后 立刻将我刚才不小心撞到的女生护在身后 满脸警惕地看着我 摇心 跟踪我有意思吗 我们都分手了 你为什么还纠缠着我不放 我气得发笑 多大脸呀 觉得我在跟踪你 或许是闻到我身上的酒味 庄英俊看我的眼神越发的嫌弃 大晚上喝成这样 不知减点 我妈说的没错 你就是吓到 我吓到 那他身边的女生看着也喝了不少 他算什么 上等特权吗 真是可笑 这时被庄英俊护在身后的女生也探出头来 对我笑的那叫一个绿茶 掐着嗓子跟庄英俊撒娇 俊哥 这就是你前女友吗 难怪你急着分手 确实会拉低你的档次 女神发话 庄英俊立刻拥护 那时他哪能跟你比 你爸爸可不是普通人 从生下来那一刻开始 你们就注定不是一个等级 难怪庄英俊急着跟我分手 原来勾搭上白富美 不过这两人还真是王八看绿斗贼对眼 什么锅配什么盖 天生一对 一口一个下等人 拉低档次地说我 真当我没脾气 我两步上前 快速地将几个巴掌抽打在庄英俊的脸上 我用尽了力气 庄英俊的侧脸顿时一片红肿 他身后的女生尖叫着要报警 庄英俊做事要冲上来打我 我淡定地站着 他要敢动手 我五年跆拳道黑带也不是白拿的 保证打得他满地找牙 庄英俊冲上前 我还没出手 身后突然伸出一只手 拽住了庄英俊的手腕 冰冷低沉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 跟女人动手 我回头一看 是闺蜜安排送我回家的小鲜肉 男友力爆棚 这出场费给得值 晚上回去就让闺蜜给他翻倍小费 他稍稍使力 庄英俊的脸就胀成猪肝色 我不想惹事 示意小鲜肉放开庄英俊 庄英俊怂了 拿出手机威胁我要报警 我冷冷地看着他 别忘了你干的那些好事 不过是面试成功就这么嚣张 信不信我举报你 庄英俊顿时哑了炮 眼神都慌了 见他认怂 我拉着小鲜肉转身离开 他爱走花路 笛子不干净着呢 惹急了我 谁也别想好过 真是冤家路窄 我带着小鲜肉在路边等待驾 一辆奔驰车停在了我们面前 车窗下降的同时 露出前男友和绿茶女那两张恶心脸来 绿茶女坐在副驾上冲着 我笑得一脸得意 姐姐等车呀 要不我们送你一路吧 这个点打车好贵 听英俊哥说 你家很穷 替你省点就当我做膳事了好不好 我心里一阵冷笑 故意贬低我 还说做膳事 又当又利 真当别人看不出他多绿茶吗 靠着别人的嘴了解我 你脑袋是用来增高的吗 我对了一句 庄英俊便立刻出来拥护绿茶女 圆圆 我们不要太善良 你这车这么贵 他没坐过不适应 万一吐你车上多晦气 两人一唱一喝得比演戏还热闹 他跟新女友阴阳怪气玩 还不忘再踩我一脚 没钱学别人来酒吧 买什么罪 施舍你二十 打个车回去 别丢人现眼 说完 庄英俊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元钞票 扔给了我 有钱谁不要 我亮亮呛呛地捡起来 笑眼望着他 谈钱是吧 你这两年备考 借了我不少钱 既然分手 该还了吧 打个折 还我十万就好 庄英俊几眼了 你胡说 他这人读书一般 在考功却十分地执着 连续考了几次 这才考上 这期间所以的花销 都是我在付 我家是有钱 凭什么给狗花 不承认 那我微信列个账单给你 你自己算算 感谢时代的发展 每一笔转账都有迹可循 他想赖账 门都没有 庄英俊黑着脸不说话 我又将目光转向 一旁的绿茶女 你很有钱 喜欢做善事 要不你替他喊一下 这回绿茶女沉默了 庄英俊搂着绿茶女 阴阳怪气地冲着我 我们走 不用理会这种人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走可以啊 说说 什么时候还钱 微信 微信还是支付宝 总得给个话吧 我正打算拦住他们 带嫁小哥来了 先生 小姐 请上车 今天出门急 我开的是我爸的黑色宾利 不过这车也足够惊掉那俩人的下巴 我喝多了头晕 赶紧拉着小鲜肉坐上车 临走之前 还不忘叮嘱前男友一句 记得还钱 不然上法院告你哦 前男友的脸色 比吞了苍蝇 还难看 第二天 我酒醒后 立刻联系了闺蜜 让她给昨晚的小鲜肉打个赏 你小脑袋还泡在酒罐子里吧 昨晚你根本没带人走呀 闺蜜的话让我猛圈 既然我昨晚没带走人 那送我到家楼下的是谁 我只记得我当时离开 闺蜜说安排一个人护送我到家 我没拒绝 拉着站在我身边的男生就走 难道我拉错人了 尴尬的能用脚趾头抠出一座魔仙堡来 还好不熟 以后也没机会见面 挂了电话 恰好看到前男友发来的微信 姚欣 真没想到你是这种拜金女 这男人都能当你爸了 被他包养 你吓得去嘴 我点开他发给我的图片仔细一看 他说的没错 可不就是我爸 我爸今天开的是我昨晚开的那辆宾利 庄英俊就误以为我被老男人包养 懒得理智渣男 果断拉黑删除 再见吧 我在我爸的公司实习 不过没有人知道公司老板就是我爸 刚到公司没多久 就听到门口传来几声嘈杂的叫嚷 姚欣呢 姚欣是不是在你们公司上班 让他出来 不然我找你们领导去 我起身抬头望去 便见庄英俊他妈穿着红色的大花裙 气势汹汹地推搓着安保冲了进来 族长转头看我 姚欣去处理下 我尴尬地点了点头 走到他妈面前 他见到我 面容瞬间猙獰 挥舞着大手就要朝着我脑袋抓来 幸亏我反应急时 弯腰躲避开 随后他也被安保给摁住 他奋力地挣扎 凶狠地瞪着我 姚欣 你这个贱人 跟我儿子在一起 又勾搭老男人 为了钱被老男人包养 你还要不要脸 人来人往的办公区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 我气得要吐血 这老巫婆倒打一耙的功夫实在太厉害了 明明是他儿子踢腿攀高枝 现在怎么变成了我出轨被包养 组长瞪了我一眼 转头笑着跟他说道 阿姨 这里是办公场所 你若有事等姚欣下班了 你们好好谈可以吗 让他把这个签了 我就走 他给我递来一份文件 我打开看完 三官被震碎了一地 难怪他妈会突然找上门来 原来是他在背后使坏 庄英俊怕我去告他 所以先下手为强 让他妈送来一份声明逼我签字 要我承诺两人交往期间 所有金钱往来都是赠与并非借款 若是我毁约 还要赔偿他一百万 无耻至极 这种下三案手段 他也好意思用 我怒视着他妈 将事情高声说出来 你儿子为了跟有白富美在一起甩了我 你还敢到打一耙污蔑我 借了我那么多钱 不想还钱 就用这种手段 老巫婆这么能耐 怎么不上天跟太阳肩并肩 他喜欢让大家知道 那就让所有人平平理 听到我的解释 周围人盯着他妈不断怯怯思语 气氛有了不小变化 要闹是吧 我冷眼盯死他 我工作不要了 你儿子的公务员也别想上 以前我是把他视为未来婆婆 所以一直忍让敬重他 他根本没想到我会这么强悍地回怼 气得直翻白眼 我看着安保 把他给拖出去 省得等下一口气没上来 脏了我们办公楼晦气 他甩开安保的手 还想闹 我直接拿起手机 三秒 你不走 我就报警 他妈虽然没什么文化 可是他不傻 真与死网破 他儿子的工作未必能保得住 我硬刚 他认怂 你等着 我还会来找你算账 他妈骂骂咧咧地离开了公司 我打听了庄英俊的情况 在他新入职的单位门口蹲他 看到我出现 庄英俊的脸顿时就黑了 你来这里干嘛 我冷冷一笑 你妈找我麻烦 你也别想好过 庄英俊的脸瞬间变得猙獰 利器的眼神让我内心有一丝不祥的预感 他一把拽住我的手 将我往一旁的小巷扯去 进了小巷之后 他将他的手机扔给了我 自己看看你那件样 看清手机上图片的那一刻 我惊得瞳孔都地震了 这个无赖 这个人渣 他居然趁着我去洗手间偷拍我 虽然我们交往许久 可我爸给我下了死命令 没有结婚前 绝对不能越轨 我们一直保持着距离 可我万万没想到庄英俊会如此卑鄙 拍下我换衣服的照片 气得我想砸手机 砸吧 反正我电脑里有的是辈分 身后传来庄英俊阴险得意的声音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 我当初到底是怎样瞎了眼 才没看穿他的人面兽心 你想怎样 庄英俊挑眉看着我 你签了那份声明 再赔我十万的青春损失费 青春损失费 还有青春 他都历秋了吧 他怎么好意思提出这样的条件 人不要脸则无敌吗 有钱我扔水里听个响 也不要给渣男 青春损失费十万是吧 我给你 让你见识一下我跆拳道黑带的厉害 我猛地拽起庄英俊的胳膊 借着肩膀的力量 狠狠来了一个过肩衰 真以为我软柿子 好欺负 啊 他倒在地上痛苦的惨叫 咒骂着要报警抓我 我拿着他的手机拍在他的脸上 报警呀 让警察看看 你这变态偷拍狂 我再请媒体给你曝光一下 别说你的工作 连你八代祖宗的马甲都捂不住 他这个耸包打不过我 听到我的威胁后 开始求饶 还钱 我用力拧着他的手 他疼得嗷嗷叫 还还 现在还 我松开手 将手机里的照片删除干净 扔给他 他还想用没钱当借口 我直接抢过手机 打开信用卡中心 让他带了一笔出来 还给我 临走之前 我担心这耸包不死心 特地警告他一番 开宾里的老头叫孙政华 是我的后台 你要不怕死 就留着电脑里面的照片 我保证你全家在本市待不下去 我爸的名头在本市还算响亮 我就不信他不怕 果然 庄英俊吓得脸色发白 急切地对我说 没有电脑的照片 我胡说的 放过我吧 我就知道这个耸淡没这个胆 他要赶胡来 倒反天罡 我就让他彻底混不下去 原本以为收拾了一顿庄英俊 我们两个人这事 就算是彻底翻篇了 可是第二天 我就接到了闺蜜张言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 张言的声音十分急切 欣欣 你是不是被庄英俊拉黑了朋友圈 他焦急的语气 让我心头有些不祥的预感 我跟庄英俊分手后 我便删了他的微信 看不到他的朋友圈 我把他删了 朋友圈是什么情况 张言满腔怒火 我就知道那畜生绝对是仗着 你看不到他朋友圈 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黑 我截图发你微信 你看看怎么办 要收拾那畜生你放话 我立马来帮你 张言跟我多年的好友 他脾气火爆 我担心他出事 连忙将人安抚下来 别冲动 等我看完再说 挂了电话 我便收到了张言发来的朋友圈截图 一共有三张照片 还配了一大段的文字 他在朋友圈寒沙摄影 说是因为发现我人品不好 所以才跟我分手 他还说我这人拜金 一切只看钱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便不断地索要礼物 最后分手后 还以各种理由威胁他 从他这里骗走了十万块钱 在结尾他还安排了几个绿帽的表情 暗示自己被绿 第一张照片便是他还我十万转账记录 第二张照片则是我跟小鲜肉坐上我爸宾利车 看样子应该是行车记录仪上截图下来的照片 他特意模糊了小鲜肉的脸 将我的脸放大 第三张照片则是他之前发给我的那张照片 我爸宾利车上下来的画面 这些照片再配上言辞凿凿的文字 不知情的人还真以为我是劈腿女郎 被老男人包养的小三呢 张言比我还要生气 电话才挂没多久 又打了过来 欣欣 这渣男实在太过分了 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他 明明是他提的分手 他怎么好意思污蔑你 要不我们公开你和你爸的关系 好好打一打他的脸 我跟我妈姓 身边除了从小玩到大的那些好朋友 没多少人知道我是孙政华的女儿 言言子我都没气 你气什么不用我爸出场 我自己就能收拾了这小鳖三 既然庄英俊不想就此翻篇 那我就顺了她的意陪她好好玩一晚 张言兴奋地问道 姐妹准备怎么复仇 快告诉我 我冷冷一笑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 天天我有的是钱 我花钱请了人 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 便调查到了庄英俊现在女友圆圆所有的资料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两人不干净着呢 早在半年前两人就在辅导班上认识 圆圆每天开着奔驰去上课 庄英俊便以为她是个有钱人 便不断追求她 两人很快便勾搭在一起 看着手上那些暧昧的精彩照 我气得发笑 明明是渣男劈腿在先 却发朋友圈骂我不要脸 若是让庄英俊知道她 这位新女友 其实是个假妇美 还离过婚连奔驰车都不是她自己 她会是什么表情呢 那脸应该会很精彩吧 想想就让人期待 我收拾好资料 顺便打电话给我爸 跟她借了两名伸手利索的保镖 便冲去了渣男家 我敲了敲门 敢来开门的是 庄英俊她妈 看到我 她妈那叫一个横眉竖眼 你这小贱人来我们家干嘛 我们英俊早就跟你分手了 就算你倒贴 我儿子也不会看你一眼 贴你个大头鬼 我一把将她推开 她亮呛地往后退 脚下没站稳 直接狼狈地摔在地上 她开始哀嚎 声音如同杀猪一般大 打人了 要打死人了 庄英俊闻声急匆匆地赶来 她妈立刻告状 说我要杀人 庄英俊扶着她妈 怒气冲冲地看着我 姚欣 你敢动我妈 我跟你拼了 她做事要冲过来 人都没到我跟前 就被我爸那两名气场强大的保镖给拦住 她不敢动手 只敢怒气冲冲地对我吼 姚欣 你到底想干嘛 我冷眼腻着她 就凭你朋友圈发的那些消息 你觉得我想干嘛 仿佛心虚一般 她气场弱了不少 说话的声音都小了 我说的也是事实 有什么不对 我直接打开资料 砸在她脸上 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这些是什么 劈腿 还敢诽谤我 看到如雪花一般 洒落的亲密照 庄英俊傻眼了 转头就开始跟我求饶 欣欣 这都是误会 我现在就删朋友圈 马上删 看她掏手机 我却冷笑了一声 现在删 晚了 诽谤我是可以告你的 你朋友圈就是最好的证据 每个看到这条朋友圈的都是证人 这些懂吧 庄英俊的脸顿时 沙白毫无血色 紧张的说话都大舌头 别 千万别告我 你要怎样都可以 求你了 刚才还嚣张的他妈 现在听到儿子要被人告 连忙跟着儿子一起求我 好姑娘 都是误会 你可千万别告我儿子 求求你了 他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 可我没有半点动容 我清楚 庄英俊那条朋友圈 对一个女生来说 意味着什么 若不是我家里还有些势力 我这辈子很可能 就被他给毁了 这种事情 我若不给他一个教训 他往后还不知道 要祸害谁呢 我冷眼看着庄英俊那狼狈样 心里满是愤怒 想不通自己当初怎么眼瞎看上这么个畜生 不告你也行 答应我几个条件 我从包里掏出自己事先你好的声明 递给他 这份声明你用郑凯公公整整的给我抄一份发朋友圈 不许屏蔽任何人 庄英俊接过声明一看 脸都绿了 声明里面不仅揭露了他劈腿的事实 还说清了十万块钱和造谣我的事情 重点还罗列他这些年干的一些坏事 这些钥匙发出来 虽然不触及法律 可是他的那些朋友 怕是都想掐死他 他犹豫地看着我 我立刻猜到了他的心思 不想发也行 等着被告丢工作吧 我不过就是用了他对付我的手段 还击回去而已 声明这招可不就是跟他学的吗 庄英俊彻底耸了 他妈扯着他的手不断地劝说 俊俊 就答应他吧 这工作 咱们不能丢呀 庄英俊自然知道工作不能丢 这可是他一辈子的梦 也是他妈炫耀的资本 他怎么舍得丢了工作呢 他还想企图求我 我根本不搭理他 无奈之下 他只能答应下来 好 我写 他抄第一遍 我嫌弃他写的字太丑 给他撕了 庄英俊当时那眼神恨不得掐死我 他抄第二遍 我说有错别字 又给他撕了 连续抄了三遍 我才算他通过 他发了三张照片 我让他抄三遍 也算一报还一报 等他发完朋友圈 我盯着他警告了一番 我会让人监督你的朋友圈 三个月内 你敢删了 别怪我找你麻烦 他连忙保证 我不敢 绝对不会 就他那点小心思 想跟我玩 做梦去吧 我冲着他笑了笑 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花了我不少钱 清单我都列好了 不过我知道你没钱 我不要你还 我要你家就好 庄英俊愣了愣 没猜透我话里的意思 我走出大门 对着两个保镖招手示意了一下 两个保镖从怀中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大锤 恐无有力的手臂举着大锤 对着庄家就是一通乱砸 他妈下得失了魂 庄英俊站在原地急得跳脚 却耸得不敢上前阻止 眼睁睁地看着我带来的人将他家砸个稀碎 约莫一个小时后 保镖来到我面前请示 小姐 这样可以吗 看着犹如废墟的庄家 我淡淡一笑 学着绿茶女的腔调回了一句 差不多吧 收工 我这人善良 喜欢做善事 剩下的就当送你们不收了 说完 我戴上墨镜 戴着保镖帅气地离开了现场 第二天 我跟张颜分享了过程 张颜笑得前辅后仰 直夸我太优秀 他还给我分享了一个新消息 因为朋友圈爆料的事情 庄英俊不仅被身边的朋友拉黑了 还被人冲上门揍了一顿 渣男也算是遭到报应了 只要他不惹我 我就放他一马 以后就当不认识 刚挂了闺蜜电话 我爸的电话就来了 他知道了分手的事情 逼着我去相亲 赶不去 明天就让你回来 继承公司 说好给我三年自由 这老头言而无信 我暴怒之下 穿了一套破旧的衣服 素面朝天地冲去了相亲点 刚进包间 抬眸的瞬间 我傻眼了 怎么是你 相亲遇到前两天 酒吧带走的小鲜肉 怎么办 在线等 很急 他看着我 点了点前方的空位 坐下聊 我慢吞吞地走到他对面坐下 我爸不是说世伯的孩子 难道这位世伯家道中落 还是我爸不知道他在酒吧工作 你认识我爸 不认识 我刚松一口气 以为找错包间 又听他说道 不过 我爸认识 这人说话怎么瞎断句 这要是一口气没上来 不得憋屈死 所以 你也是被你爸逼着来相亲的 从他的表情里 我能猜出一个大概 果然 我说完他就点头了 认识一下 我叫江一辰 名字不错 跟他人一样帅 是我喜欢的款 谈恋爱吧 别人我不放心 我突如其来地告白 将江一辰下得手上的水都洒了 我连忙扯了几张纸巾递上去 我有什么缺点你尽管说 我放大给你看 他看我的眼神 在极力克制 我懂 今天若是相亲不成功 依照我爸那性格一定会再逼我 有眼前这么好的一张挡箭排在 我怎么可能放弃 我花了半个小时 从古论金将他彻底洗脑一遍 最后做出总结 答应我 你稳赚不赔 大不了 你以后有心疑对象 我帮你追 实在不行我用钱砸 反正我爸那个爆发户 别的没有钱最多 江一辰笑了 好像有点道理 我心里一阵愉悦 赶紧一举将他拿下 大兄弟 合作愉快 晚上约好跟江一辰在酒店吃饭 他停车 我便先进门等他 刚进门便撞上了庄英俊和他的女友圆圆 圆圆挽着他胳膊 眼神鄙夷地看着我 英俊哥 这不是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前任吗? 我冷眼瞪回去 一天到晚哥哥哥哥 请问你是母鸡吗? 你要下蛋吗? 没事就哥哥答 他被我对得脸都绿了 你这人果然低级 骗了英俊哥那么大笔的钱 他善良才不跟你计较 我偏头看了庄英俊一眼 他得意的眼神 再跟我对事后瞬间尴尬地一开 这渣男可以啊 朋友圈都发了声明 还能哄得女朋友团团转 骗! 我看着圆圆笑出声来 你真可爱 我感觉任何人工智能 都抵不过你这款天然呆 庄英俊似乎怕我说出更多 急着要拉女友走 圆圆 我们不要理会这种低等人 他女友倒是不愿意了 英俊哥 我们怕他干嘛 我哥哥马上就来 他非常厉害 我让他给你做主 像是找到人撑腰一样 庄英俊的态度 瞬间牛气了不少 姚欣 你听见了 我劝你识相地赶紧滚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你准备对谁不客气 突兀的声音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江一辰不知什么时候来了 站到我身边 还轻易地用手圈着我的腰 看到他 庄英俊眼神里立刻露出一丝讥讽 姚欣 我还以为你找了什么靠山呢 原来是找了一只小白脸 我怒了 虽然江一辰是长得白嫩了点 可也轮不到庄英俊在这里贬低他 还没等我回击 一中年男子挺着硕大的啤酒肚 走到我们面前 圆圆立刻甩开庄英俊 得意地拉着他 指着我和江一辰 哥 这女的是诈骗犯 骗了我男友好多钱 这男的在一些不三不四的店工作 底子一定不干净 你快点把他们都抓起来 他哥原本还一脸牛气 可在见到我身边的江一辰后 脸色立刻起了变化 腰都不自觉地弯了几寸 江主任 您怎么在这 我身侧的江一辰冷笑了一声 李涛 你妹妹说我们的单位是不三不四的店 豆大的汉珠从他哥的额头滑落 他哥弯着腰帘忙道歉 误会 这都是误会 英俊 江主任 可不仅是我上司 更是你上司的顶头上司 还不快喊领导好 这话让庄英俊他们惊得眼珠子差点掉出来 别说他们 我都猛圈了 一时间插不上话 江一辰似乎看穿我的心思 解释了一句 我那天只是帮朋友送个东西过去 平日里不会去那些场合 看来是我误会他了 这下尴尬了 见庄英俊还没动 他哥急了 猛踹了他一脚 庄英俊这才反应过来 点头哈腰笑着喊道 领导好 看着他那狼狈没有骨气的模样 我顿时觉得无趣 挽着江一辰的胳膊拉着他要走 庄英俊却不知死活的还想闹事 他突然开口 江主任 你知道你身边这女人有多败金吗 你可别被他给骗了 我盯着他 你这疯狗又发什么疯 狂犬病犯了就去治 他目光猙獰地看着我 怕被我拆穿 急着赶我走 他急切地拦着江一辰 他被老男人包养 我上周还看到他从老男人的家里出来 开着老男人的豪车 他故意说得很大声 让周围人都关注过来 这是证据 他把手机递给了江一辰 江一辰看完 又给我看了一眼 上面恰好有我从别墅里出来的照片 没想到这渣男 他还跟踪我 真是大变态 这次 绝对不能放过他 庄英俊兴奋极了 小嘴巴巴个不停 这老男人叫孙政华 拜金女亲口跟我说过 老男人就是他的后台 他盯着我 姚欣 你敢不敢去找孙政华对质 突然 一道霸气的声音从人群中传来 谁找我 我爸面色铁青地从人群之中走出来 站到了我面前 威严的气势 让庄英俊瞬间就耸了 他还想搬弄是非 孙总 这女人一边住着你的房 花着你的钱 还跟别的男人交往 我爸盯着庄英俊 眼神跟要吃人一样凶 他是住着我的房 花着我的钱 连他身边站着的男人 都是我给他找的 你不服气 庄英俊傻眼了 似乎没想到还能这样操作 我上前一步 摟着我爸的胳膊 爸 你理这二臂干嘛 爸 庄英俊猛圈了 诧异地看着我 你不是姓瑶 我看着他那副可笑的模样 决定给他死个明白 我跟我妈性不行 这二臂顿时棱在原地 我爸盯着他 诽谤我女儿 当我孙氏的律师团是摆上 随后 我爸叫来安保 直接把庄英俊给扔了出去 这家酒店也是我爸的产业 大老板一发话 一整队的安保立刻行动起来 孙总 你听我解释 庄英俊还想挣扎 我爸冷哼一声 留着你的解释 跟法官说去 至于圆圆和他哥 庄英俊都还没被扔出去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灰溜溜地跑了 果然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大难临头各自飞 下班后 我刚从公司大门出来 准备拐到一旁的商场去取东西 突然身后多出一只手猛地拽住我的胳膊 将我往身后的墙上推去 姚欣 我错了 我好爱你 我们复合吧 庄英俊双手压着我的肩膀 死死地扣住我 不停地哀求 我已经说服我妈了 她答应我 只要能让我进你们公司当经理 她就会接纳你 有了我妈的接纳 我们就能结婚 我们家不会要太多的陪价 你适当陪价个百八十万就好 这对你们家来说九牛一毛对不对 我抵着她 拉开我们两个的距离 冷笑地看着她 你知道你跟我提分手那天 我准备送你什么礼物吗? 她好奇地看着我 是什么礼物 也没什么 不过就地毫远一套富士楼而已 她的眼睛瞬间一亮 眼神里透着懊悔 看得出来 她已经在后悔 刚才自己要陪价要少了 欣欣 你现在送也来得及 我妈可以明天就跟你去过户 渣男人丑 心眼倒挺多 还想着把房子过户给她妈 真是可笑 她急切地跟我解释 我之前是被媛媛那女人给蒙蔽了 你才是我的真爱 只要你愿意 我们随时可以结婚 媛媛她根本不是什么白富美 她家也没钱 她还骗我说她爸是什么大佬 其实就是单位的一个看门老大爷 她还离过婚 还留过产 这女人她太坏了 庄英俊说的这些 我都知道 当初扎圆圆资料的时候 我就清楚 我故意不告诉她 我凭什么做这个好人 她自己找的小三 会有什么后果 自然她自己承担 与我没半毛钱的关系 趁着她还在幻想放松警惕的时候 我猛地一脚踹开她 重获了自由 看着她倒地狼狈的模样 我恨不得冲上去再踹两脚 劝你有空撒泼尿照照镜子 就你这样的给我提鞋都不配 还想跟我结婚 做梦吧你 庄英俊反应过来 被耍了 她双眼赤红地盯着我 脸上浮出恶毒的宁笑 这条路平时没什么人 庄英俊曾经时常接我下班 所以她知道我的习惯才会堵到我 我心感不对不跟她纠缠 没等我离开 庄英俊突然站了起来 掏出匕首威胁着我 欣欣 这都是你逼我的 我原本想跟你好好复合 既然你不配合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等生米煮成熟饭 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没想到这畜生 还会有这么阴险的想法 我慢慢后退 眼神警惕地盯着她 你这么对我 不怕我报警抓你吗 到时候 你可是要坐牢的 庄英俊冷笑 我没了工作 没了钱 什么都没了 我还怕什么 这都是你害的 你必须得补偿我 嫁给我 我会给你幸福的 口口声声地说给我幸福 却拿刀威胁我 这渣男真当我没有智商吗 庄英俊挥舞着刀 大喊一声 你答不答应 他疯了 跟这样的人渣 纠缠缠 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将目光看向庄英俊的身后 大喊一声 爸 趁着他下意识回头的时候 我将手中的包包猛地砸向他 打掉他手上的刀后 趁着他剪刀的功夫 我拔腿就跑 可是我今天穿的是高跟鞋 没跑两步就摔倒在地 还扭了脚 庄英俊追了上来 他捂着刀恶狠狠地看着我 是你逼我的 姚欣 跟我附和不好吗 为什么要逼我 他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 眼看着尖刀 就要朝着我刺来 我下意识闭上眼 啊 结果传来的 却是庄英俊痛苦的惨叫声 我猛地睁开眼 出现在我面前的便是江一辰那张 满是焦急的帅气脸 你没事吧 惊魂被定的 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你怎么来了 江一辰来不及回应我 起身逮住了想跑的庄英俊 三五下便将这渣男打倒在地 交给了赶来的警察叔叔 收拾完庄英俊 江一辰又赶到了我面前 紧张地看着我 哪里受伤没 我 脚踝好像扭了 他直接一把将我抱起 别怕 送你去医院 我果然没看错 这丝确实难有力爆棚 我跟庄英俊的事情 在熟悉的朋友圈里传开了 张岩在探听到一手资料后 立刻来跟我汇报 庄英俊被从酒店扔出去那天 媛媛就跟她提了分手 庄英俊不肯答应 她以为圆圆家里很有势力 便想抱着这条大腿 去求圆圆回心转意的时候 却发现圆圆跟前夫又勾搭上了 闹了一场后 庄英俊才知道圆圆的真实情况 对她彻底死心 或许是因为打击太大 庄英俊在工作上犯了极大的错误 直接被单位开除 走投无路的庄英俊 把我当成了翻身的资本 她甚至在朋友圈里吹牛说 她是我爸公司的成龙快婿 很快就能成为顶级富豪 让朋友多巴结着她一点 那群狐朋狗友嘲笑她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根本不可能挽回我 被激怒后 发了疯的庄英俊便带着刀来找我 最后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等着她的是法庭的审判 还有冰冷的铁窗 听完张言的叙述 我对她笑着说道 以后她的消息不用告诉我 毕竟人狗殊途 三个月后 法院的判决输下来 在我爸给力的律师团辩护下 庄英俊最后被判了一年的有期徒刑 她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 尽管少了威胁 可江一辰依旧坚持每天接我下班 从公司下来便见到她站在不远处 我靠近的瞬间 她仿佛有感应一般 立刻抬起头看向我 想好晚上去哪家吃饭了吗 我说买点菜去我家做饭吧 她明显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提议 她笑着说 算了 弄乱了你家不好 我匹笑着她 别跟我客气 早晚都是一个户口本的人 这层指我早就想捅破了 当初说好 只是为了敷衍两家父母 避免不停相亲的命运 我们才走到了一起 可是 再几个月的相处下来 我发现 江一辰 着实是个不错的对象 既然看上了 那自然得一举拿下 见她沉默 我以为她这是拒绝 又不知道怎么回我 正打算再开个玩笑敷衍过去 避免朋友之间尴尬 谁知 她居然牵起了我的手 我错愕地看着她 她却冲我笑得一脸灿烂 走吧 户口本永久住民 半年后 我结束了实习生涯 正是接管了我爸的公司 当年我跟他约定 给我三年自有 约定期一到 我爸便迫不及待地退位 让我掌管公司 通过这三年在基层的磨练 我已经熟悉整个公司的运作 接管得非常的顺利 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 我跟江一辰决定结婚 跟他在一起的这半年里 我过得非常的开心 工作上的烦恼 能跟他分享 生活里的情趣 也能跟他分享 尽管他的话不多 却总能用他独到的见解 替我开阔视野 江一辰跟我求婚成功的那天晚上 我爸有些伤感 或许是想到要嫁女儿吧 他喝了点酒 拉着我一直聊天 我爸说江一辰很厉害 他跟江叔叔认识多年 虽然知道他有个很优秀的儿子 但是从未想过将江一辰推荐给我 若不是江叔叔主动找上门 说要给他儿子相亲 他也不会让我去见江一辰 后来得知 我跟江一辰看对眼的时候 他还有些担心 怕我降不住江一辰 会受欺负 我问我爸 那你现在就放心 我嫁给江一辰了 不再考验一下 结婚可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爸神秘兮兮地笑了笑 猫着声对我说道 上次跟你江叔喝酒 他喝醉说漏嘴了 我有些好奇 说什么了 你江叔叔说 他儿子这辈子唯一求他办的一件事 就是安排跟你相亲 我愣了一下 反应过来后嘴角止不住地上扬 原来所有的相遇 不过都是蓄谋已久